上一讲谈到冯唐建议汉文帝对军事指挥官授予权权 汉文帝欣然采纳 于是问题来了 如果依了冯唐给郡守那么大的自主权 将来郡守要闹独立怎么办 郡守跟诸葫王勾结起来 反抗中央又怎么办呢 让我们重新想想李牧的先礼 没错 他拥有权权 指挥调度 得心应手 但如果国军对他真的放心 他也不至于被奸臣锅开一惊谗言就丢了姓名 再想想王俭 统帅六十万秦军去打灭楚之战 一路之上需要通过不断自污的方式 来消除秦芒嬴政的疑虑 这就是政治结构使然 大放权势的打法 虽然呢可以收教于一时 却注定没有可持续性 不然的话 刘邦也不至于费心铲除异姓王 贾义也不至于提出了 众见诸侯而少其力的方案 这就是特别会让皇帝头疼的一个经典的管理难题 想管就怕一管就死 想放就怕一放就乱 左有左的顾虑 右有右的担忧 只能啊走一步看一步了 要理解这个问题 我们先来看看汉帝国直辖区的 郡线管理模式 郡可以分为三个类型 荆基 内郡和边郡 京畿大铁而言就是大长安地区 帝国首都 政治中心 内郡就是位于内地 不直接承受外来军事威胁的郡 因此而物负民风 是国家的重要税源 是统治的基本盘 边郡 共铭私意位于帝国边疆 环境啊既艰苦又危险 直接承担着防御强敌的压力 汉帝国的边郡以北方边郡之关重要 因为他们直接和匈奴的活动地区接壤 位上担任郡守的云中郡 就是汉帝国的北方边郡之一 早在战国时代 赵武林王击破陵湖楼帆 向北部开疆透吐 设置了云中郡 郡治云中城在今天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西南四十公里的地方 古城遗址还在 当年赵武林王准备从云中和九园 探索一条行军路线 由北向南 齐西勤都咸阳 这个大胆而出奇的战略构思 虽然没能落地 但我们啊不难想到 如果匈奴拿下了云中郡 大有机会倾其南下 进逼长安 到了汉文帝时代 云中郡成为了北方匈奴的重镇 但从制度上说 郡守并没有发兵的权力 因为在此之前 汉文帝已经重新设置了一套符号化的凭政制度 将新式的铜虎符 主使符 颁行帝国全庆 从此以后 无论是汉政府直辖的郡 还是诸侯王名下的国 都有标准制式的铜虎符调动军队 只有当朝廷发来的半只虎符和郡守国相保存的半只虎符 扣合无误 也就是我们今天依然常用的一个词 符合 军队啊 才可以开拔 但问题是 虎符制度用于内郡倒也不难 而用于边郡的话 匈奴来去如风 郡守这边 等虎符到了 匈奴啊 可能早就满载而归了 这种问题 并不是汉门帝才遇到的新问题 而是早在战国时代就已经有了 1975年 先旁边的沈家桥村出土了一只秦国虎符 这里是秦国的杜县 随虎符被称为杜虎符 杜虎符上有清晰的名门 意思是说 这套虎符啊 是调兵用的 右边那一半由国军保存 左边这一半在杜县保存 凡是需要调兵五神以上的 必须左右两夫相合才能调动 但最后还有一句补充说明 如果遇到封碎之事 也就是去烽火报警的紧急军情 那就别管合不合服了 马上采取行动 以秦礼推断 一来汉城秦志 二来边郡呢 自然会经常遇到封碎之事 这是内郡遇不到的 所以边郡郡守的军事调遣权 指挥权一定高于内郡郡守 这样看来 只要没出现封碎之事 边郡郡守 就不能灵活调兵 但问题是 在烽火台上燃起出烽火 这又是多难的事呢 汉帝国的北方边境那么长 那么多的边郡 如果各个郡守都像李牧一样 军权 财权 人士权 一把抓 这岂不是比匈奴更可怕吗 匈奴无非是劫财 自己人呢 却可以要命 汉帝国的办法 既很经典 也很无奈 制造方针是我们很熟悉的四个字 分权制衡 首先 给边郡郡守 安排一个副职 称为掌使 辅助啊 郡守掌兵 但掌使呢 是由中央委任 不是由郡守委任的 其次 一个边郡之内 还要设置几个部都尉 各自啊 掌握一支军队 有相对独立的指挥权 并且 不多位的级别是 比两千十 和郡守的两千十 差别不大 也就是说啊 两者虽然职权有别 但地位呢 没什么区别 各个不多位之间是 贫瘠关系 互不同属 汉帝国在边郡问题上 终于走上了 分权制衡的路线 连坡 比木的传奇 也就只能成为传奇了 汉文帝虽然一时 被冯唐的话打动 甚至新朝澎湃 但这种放权政策 在汉帝国心心念念 提升集权水平的努力当中 注定只能成为 临时性的策略 而不可能 行之永久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 为上官复原职之后 非但没能像 李牧那样大放异彩 扫出编幻 反而在不久之后的战斗当中 被匈奴打得很惨 不过因为这个小小插曲 冯唐呢 从此成为一个文化鱼马 代表着 韶华一世 岁月蹉跎 东族来讲就是 才华横一旦 运气太差 一大把年纪了 还和后生晚辈平起 丢人啊 丢倒架了 好容易 才华被重视了 但人也老了 折腾不了几年了 王博的名门 藤王阁旭 有这样几句 刺伤刺怜的漂亮话 吴虎舞 时运不济 命徒多船 冯唐一老 李广难封 和冯唐对标的名人 是非将军李广 李广打了那么多仗 立了那么多功 却一辈子 侃侃可可 不能以军功封侯 如果要灌 实在是 只能灌运气了 历朝历代 嫌弃自己一大把年纪 却还没有能够 混出个头脸的人 都喜欢拿冯唐的典故发牢骚 这样一看 王博的藤王阁旭 无论文采多高 无论是怎样一篇千古名文 也实在太矫情了 王博明天就是 少年成名 张狂狠了 造了半例 这么大的挫折而已 难好意思感慨什么 冯唐一老 李广难封吗 我们再看看唐朝的大使人姚和 说什么 汉有冯唐 唐有我 老为狼利 更何人 嫌自己啊 年纪太大 官职太小 同事都是小年轻 可这点牢骚 真的值得写进诗里吗 用冯唐 为典故的文人 到底还是苏氏来得豁达 久憨凶胆 尚开张 并微双 又何妨 持几月云中 何日 遣冯唐 会玩雕宫 如满月 西北望 摄天狼 俗氏可不是以冯唐自比 而是以魅上自比 期待朝廷啊 派遣冯唐一样的使节 让自己大放光滑 这正是苏氏很处宰的地方 天才 却懂无实 有浩大喜功的毛病 敢真诚 历经坎坷 却一点都不矫情 读苏氏的诗词文章 哪怕只是 议论时政的奏书 都会生出 赤家生乡的感觉 话说回来 最后简单交代一下 这一年里的 另外三件事情 首先 关于祭祀 文帝下了一份诏书 说主管祭祀的官员 一向只为自己这个皇帝 求福 却不为百姓求福 这太不应当了 今后祭祀就好好向天地 鬼神致敬 这就够了 什么都别求 文帝的这种姿态 我们可以从中读出 两层意思 一 这正是 孔子所谓的 敬鬼神而远之 之所以敬鬼神 是因为 君子以神道社教 用装神弄鬼的办法来 降低统治成本 维系一个良善的社会秩序 之所以 而远之 是因为假的 就是假的 统治者可不能因为 神道社教搞多了 连自己都陷进去了 二 这也正是天人感应观念的一种体现 因为人类社会和天地鬼神的世界 存在着某种机械联动的关系 只要政治搞好了 自然的就会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统治者 无病无灾 反之 政治没搞好的话 自然的就会 招灾惹祸 这是自然规律 要想无病无灾什么的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 潜心修得 把政治搞好 祈祷 可不会有任何作用 再看下一件事 和尖门王刘碧强过时 这位刘碧强是已故赵王刘友的小儿子 在汉门帝即位初年 受封为第一任和尖盟 交代一句后话 刘碧强死后 王位由儿子刘福继承 但刘福才当了不到一年和尖盟就过世了 没有留下继承人 和尖国被顺利收归中央 变成了中央政府的支下军 到了汉景帝时代 封皇子刘德为和尖盟 前后两个和尖国已经不是同一回事了 本年度的最后一件事 记载方式特别奇怪 原文以一个初字开头 表示接下来就要追续过去的事情 而不是这样当年的事情 之所以要做这样的安排 是为下一年里的低庄大士 黄龙献身 做一番勤勤提要式的铺垫 这是左传的传统笔法 司马光 赵方抓药并不奇怪 但我们为了叙事的完整性 就留给下一讲一起交代好了 好 我们下一讲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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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